这个创作页面上面的按钮 我们可以让它根据发布的状态 切换显示不同的样式 在这个页面的视图文件上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按钮 在按钮上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plane这个属性 如果它的值是处的话 这个按钮就会变成一个描边的样式 这个属性的值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判断 这个判断的条件就是 entity的status的值不等于publish 这样默认这个按钮的样式 是一个描边的样式 切换了发布状态以后 按钮会变成实心的样式 这个按钮上面显示的文字 我们也可以去让它动态的显示 先去判断一下entity的status 是不是等于publish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按钮上面的文字 变成发布 如果不是publish 按钮上面显示的文字呢 可以是保存 然后再回到这个页面的逻辑文件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发布状态的 视角的处理的方法 去掉使用的这个if entity status的值我们可以去根据 detail value来决定 如果它里面有值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status的值 变成publish 如果没有值的话 我们就让status的值 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或者呢 也可以是其他的发布状态 比如说draft 表示草稿 再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 现在创建音笔上的这个按钮的样式呢 用的是一个描边的样式 上面的文字是保存 切换一下这个发布的状态 按钮会变成实心的样式 显示的文字会变成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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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布